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知道在这个永不改变的话 是基本上是指到 上帝祂所拟定的 祂所设立的 神跟人中间的关系 祂对人的这个应许 就是说神的工作 祂在祂的拯救工作方面 祂对这个人所定的心意 祂的计划 这个是永不改变的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祂的计划将来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就知道上帝的计划不会改变的 我们就可以信靠 这个永不改变是指在上帝的工作这方面 那么我们这个永恒呢 永恒是讲的上帝本身无穷无尽 在时间 换句话说 祂不受时间的这个限制 祂不受任何一个 祂的这个绝对完全 祂在祂的德性 祂的能力 没有任何的限制 然后祂不被这种 这些东西来限制的话 祂的能力本身不会有限制 那么祂也不受时间的限制 永恒这个地方讲上帝是超越时间的 祂是不受时间的限制 永不改变是指祂对我们的 祂自己的计划 祂对我们的心意 那是永不改变的 所以这两方面 不是讲同样的一个方面的东西 OK 好 我就希望我们对这些定义呢 我们能够清楚它的关键在哪里 重点在哪里就好了 好 那跟这个也很有关系的 我们下面一个讲呢 就是这个上帝是 在这个无穷无尽的第三个项目呢 我们讲上帝是无穷大 那么这个地方注重的就是 祂跟空间的关系 换句话说上帝 我们看一些经文里面怎么讲 这个列王上 第八章第二十七节讲 神果真住在地上 看啊 天和天上的天 尚且不住你居住的 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 这个是所罗门 为这个 为这个 这个 建圣殿的时候 他跟神祷告里面一句话 他就 他明白 上帝不是居住在他所建的这个殿里面 因为呢 天上的天尚且不能够 够上帝居住 所以这个上帝呢 不受这个空间的这个限制 在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第一节 耶和华如此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镇 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雨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换句话说是 上帝拣选那个殿呢 要他们建的圣殿的话 这个殿就是包括以前的会幕 不是上帝真正的本身是住在里面的 OK 那么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这个 与他的百姓的同在 是那个殿 是一个 是一个象征 可是上帝本身呢 不受那个殿的这个限制 那么 《使徒行传》第七章 第四十八 第四十九节说 其实至高者 并不住人手所造的 就如先知所言 主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镇 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雨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换句话说 这同样一个观念 我们看见在《新月》里面 《使徒行传》里面 也是告诉我们 同样这样子的观念 好 那么 不少其他的经文 也讲这种同样的东西 我们稍微读一下 比如说《诗篇139篇》 那篇的作者好像人在躲避 想要躲避上帝 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躲避你的面 我若生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塔 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换句话说 我想怎么样子逃避上帝的话 这个逃避不了的 你们看 越拿想逃避上帝 他也逃避不了 那么 因为上帝是 没有空间的限制 他的无穷大家的 空间不能够限制他 这个《诗篇》 《诗书行传》第17章27、28节 你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 都在乎他 就是你们做事的 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这个地方 这一节经文 包括了好几个上帝的属性在里面 不过 这边强调其他的经文 你看强调的是 上帝没有限制 上帝到哪里 他都在哪里 那么这一节经文 就讲了那样子的上帝 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那么 其实我们再看保罗 这个保罗讲的话的话 他就说是 他上帝是 超乎万人之上 也是灌乎万人之中 也居住在我们里面 也在我们里面 所以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我们讲在无穷境里面 他无穷大的话 是强调上帝是 这个无所不在的 他不受任何的空间的限制 而且他又居住在所有的空间里面 这是很奥妙的 因为他不受空间的限制 而且在他所造的宇宙空间里面 上帝都在 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上帝存在的 好 下面呢 第四个 我们讲的上帝的这个是独一无二的 上帝神的属性 独一无二 在这个独一无二的话 我们也从两个方面来看 在量的方面的话 只有一个真神 他是唯一 他也是独一的 列王纪上第八章第六十节 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 唯独耶和华是神 并无别神 格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 我们也归于他 并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助他有的 我们也是借助他有的 既然是一位主 一位神 就是父 我们到三位一体 真理的时候 我们再看 虽然说是有两位在这里 我们是独一神 这个神只有一位 神只有一个 这个在Godhead里面 我们有三个不同的位格 第一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 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宝 乃是将士为人的基督耶稣 都强调独一 我们看旧约里面强调独一 这个新约里面也是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生命纪第六章第四 第四节到第五节 回到这个旧约 以色列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那么这个 这个对犹太人讲 这个叫Shamar 他们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念 可能跟你们提过 我曾经有机会到匈牙利去观光 在匈牙利的首都那里 它有一个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会堂 这个犹太人会堂 我们去观光的时候 他还要我们一定要戴个小帽子才能进去 等等的 那么在那个 在那个 他们的会堂 会墓里面 在后面有个纪念碑 就是在第二十世界大战 被纳粹杀死的犹太人 去纪念那些犹太人 他那个 他那个会堂造得很 很华丽造得很好 在前面 他就有一个几个希伯来文 Shamar 那个字眼在那里 标得很大 就是基本上就是生命纪 第六章第四节 第五节 上帝是独一的真神 好 那么 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在数量上面来讲 上帝是独一的真神 祂是唯一的独一的 那么就是有人常常批判基督教说 你们基督教是不是太霸道了 因为你说我们所信的 神是独一的真神 其他的都是假神 是不是太霸道了 因为别的宗教 为什么不去尊重其他的宗教呢 尤其在今天这个世代 大家都讲 彼此尊重 彼此接受 这个 为什么你说你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呢 其他的都不是真神 你看那回教不是也这样说 你看回教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他要去杀基督徒 杀其他宗教的人 这个 基督教难道是跟回教一样的吗 怎么能够说 你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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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